江湘112年度客宇说故事真有趣系列计划 分别在永兴村还有道乡村办理 社区银法福气站客宇绘画活动 引领长者们拿着画笔以客家生活为主题 才会出记忆中的点滴故事 而乡长游淑珍也特地到场鼓励长辈们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轻松的氛围培养兴趣 长者们在指导老师的引领下拿起画笔以创新模式 将自己的故事与艺术结合 绘画出烟机 菜包 爱版 红版以及各式水果等等场面超温馨 这是江湘公所112年度客宇说故事真有趣系列计划 日前分别在永兴村及道乡村办理社区银法福气站客宇绘画活动 长辈是我们的至宝走入了健康站 带来的满是客家风情的绘本的一个画画 透过了彩笔让老人家的感官再次接受刺激 能够延缓老化 也带来了碧露蓝旅过程的一个客家风情以及文化的收集 谢谢我们张宁老师为我们带来社区的活跃跟我们的风食 更要谢谢客委会挹注的力量 让我们推展在客庄里面带来不一样的年龄的一个刺激 跟美丽的彩色人生 游淑贞除了用客家话与长辈们含蓄问暖 也希望借由活动让社区长辈们口说客与分享经验 而公所未来也会将这些图画制作成吉安的绘本故事书 相信经由张哲的智慧创作积累能量 能为客家文化传承诸入活血 记者许立琴吉安详报导